又是一堆 一个 两个 五个 这么大的可以拿去钓鱼 就两个 三个 七个加七个加三个 十七个 哇 太吓人了 二三个 一笼子二十三个 太多了 太夸张了 五六七八 太夸张了 来看看第三个 想逃跑门都没有 一个 两个 那昨天呢 这个笼子 这些笼子呢 在这放了一页 我们看看啊 哇 有有好多个 二十个 哎呀 就是这个 鱼哥 这些笼子 白天还是要少很多 白天还是要少很多 还是这个笼子抓虾的效率比较高 哎 把他们倒进去 嘿嘿嘿 这些 可以吃好几顿呢 那从刚才我们抓虾的情况来看呢 咱们白天抓到的小龙虾并没有晚上抓到的多 尤其是上午 基本上很少有小龙虾 这为什么呢 因为小龙虾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尽可能多的抓到小龙虾的话 最好是傍晚或者晚上的时候出来抓 如果天热的时候就是下午 两三点以后它也会有 就是到了那个时段的话 小龙虾开始慢慢的变得活跃起来 虽然白天也抓得到 上午也抓得到 但是绝对是没有下午和晚上好抓的 所以我们如果想抓到更多的小龙虾的话 就是尽量这个时间段出来抓 那这次我的抓虾之旅呢就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节目呢 请千万不要忘记点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